我的Painhouse面积大楼层高 拥有凌价于万物之上的豪气啊 光楼大叔应该是最有资格来谈论这个Painhouse 因为光楼大楼现在住的单元就是一个Painhouse Painhouse面积大楼层高 拥有凌价于万物之上的豪气 但是它同样也是价格十分的昂贵 很多光楼大叔朋友都说 有这个钱我都去买House了 他们说的都没有错 但是我的Painhouse面积大楼层高 拥有凌价于万物之上的豪气啊 当然除了价格昂贵以外 Painhouse它也有其他的缺点 首先呢Painhouse往往带一个相当大的阳台 再加上它的阳台都处于大楼最高的位置 所以有时候大楼擦洗外墙 或是要做任何外墙检查的时候 就需要工作人员呢 从这一个阳台上面呢 要一个安全神下去 他们就需要来到你家里来操作这些设备 还有呢很多机房楼层呢 往往是设置在Painhouse楼层 或是Painhouse楼层的上面 这些机房楼层有时候设置电梯到不了 工作人员必须要从你这一层爬上去 或走上去 你那一层也是平常会有 比较多保养人员在那边出入的 这些都是你需要在买之前呢 要先考虑过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一类的房子属于享受型 购买群体也会比较少 不是说两三百万的费用 或是七八百万的费用 买家不买 但是呢这些买家 他可能会优先去考虑 独立别墅这类的房子 他不见得花这个钱来去买一个公寓 所以呢购买群体少也就造成 价格的升值呢 是可能没有办法保证 但是 他面积大楼层高 拥有名价于万物之少的豪气 所以这些奇葩户型是不是适合你 只有买家自己才能做最后的决定